大家好,欢迎收看娱乐大嗨家 感谢关注本频道 点击订阅将会收到更快更新的信息推荐 点赞是对我们最好的支持 根据台媒报道 现年44岁的国标五天后 台湾女艺人刘真 于2月初爆出因为主动脉绊膜置换手术 台北入院 至今已经有27日 目前状况十分危急 据悉,刘真因患主动脉绊膜狭窄症状 于2月7日装上液克膜抢救 两周后又拆除改装新式辅助器 等待换新 术后一直呈昏迷状态 靠呼吸器维持生命 而在3日进行电脑断层检查 发现有脑部缺氧现象 甚至出现自发性脑出血 院方紧急地进行开颅手术 进行全力抢救 刘真的丈夫星龙 于2月27日在社交媒体上 发布告知了刘真目前的状况 并写下表白刘真的话语 祈祷刘真康复 我星龙愿意用自己的生命换刘真的生命 因为女儿才4岁 可以没有爸爸 但是不能没有妈妈 而后星龙就一直陪伴在侧 为有新动态发布 曾在康熙来了与刘真结下身后友谊的小S 也于近日在社交媒体上转发星龙的动态 为刘真加油鼓劲 亲爱的刘真 你一定可以撑过来的 就像我每次开你玩笑 你都EQ很高的笑笑带过 你是一个善良幽默充满爱的坚强女人 我会为你祈福 而且你的爱和坚强会让你好起来的 加油 当你康复我们再来比赛 谁跳舞比较有力好吗 刘真的缺男好友吴宗信 也近期录制节目时表示 从事发第一天就知情 但一切尊重家属 不适合多说病况细节 而今天 3月4号 刘真的经纪人也首次发声 非常谢谢大家的关心 我真的无法代表刘真老师家人对外发言 我的内心也是充满悲伤与不舍 现在唯一能做的就是不断祈求神的恩典 希望刘真老师平安渡过难关 让我们共同来守护他 给他坚强的信心 盼望与爱 让我们一起来为刘真集气加油吧 2月19号 有网友爆料称 著名舞蹈家刘真并未入院 此消息在网上引起非常高的关注 时隔近一个月的时间后 刘真的状况一直牵动着广大网友的心 大家都在期盼他能够早日好起来 3月10号晚 刘真老公星龙在社交平台上更新动态 他在文中提及年仅4岁的女儿妮妮 称凌晨时 妮妮怕她一个人会寂寞 想要把爸爸哄睡着了 自己再去睡 对于如此懂事的女儿 星龙表示心碎 因为女儿实在是太想念妈妈了 同时 星龙还称自己对于外界的一切 没有什么好说的 但当看到孩子的时候 还是希望大家能够给他和家人一些空间 并且大家为刘真祈祷 对于网友一直以来对刘真病情的关心 星龙表达了感谢之情 看到星龙所发表的这一则动态后 不禁让广大网友感到难过 他们的女儿妮妮实在是太让人心疼了 在想念妈妈的同时 她还不忘时刻关心着爸爸 此次是刘真入院近一个月的时间后 其老公星龙第二次在社交平台上发文 她第一次发文是在2月27号晚 首次谈及妻子刘真的病情 星龙表示 愿意用自己的生命来换刘真的生命 称女儿才4岁 她可以没有爸爸 但不能没有妈妈 除此之外 星龙还爆料称 自己在手机里录下了女儿的声音 放在刘真的耳边给她听 女儿说的是 妈妈赶快好起来 带我去上学哦 放完这段录音后 已经处于昏迷状态的刘真 竟然流下了眼泪 星龙担心妻子会难过 每天都会在妻子耳边唱歌给她听 安慰她 鼓励她 看到这样的消息 真的让人难过不已 可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还是有人捏造虚假新闻 来博取关注度 甚至造谣刘真 医治无效去世 好在刘真所在的医院副院长 及时出面痛斥了这个谣言 并呼吁外界停止谈论此事 这样不仅能让家属安心照顾患者 也能够让医疗团队专注于对刘真的进一步治疗 据了解 刘真因心脏问题入院手术 但在手术过程中陷入了昏迷状态 并上了ECMO体外支持系统 可目前刘真依然处于昏迷中 胃界明显好转 而她原本要进行的心脏方面的手术治疗 也因此被无限期延后 很多观众之所以对刘真比较熟悉 是因她早年参加了《康熙来了》节目时 给大家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 节目中 她与小S一起尬舞的画面 似乎就在昨天 虽然节目已经是很久之前播出的 但大家对于刘真的记忆 却没有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消退 在观众心中 刘真除了跳舞很厉害之外 她还是一个非常温柔可爱的姐姐 她说话有些嗲嗲的 但一点也不做作 在兴隆首次发文谈及妻子病情后 小S转发了她的动态 并为刘真起伏 称她是一个善良幽默 充满爱的坚强女人 小S还表示 等刘真康复 还要与她再比较一下谁跳舞更加有力 而这何尝不是众多观众希望看到的画面呢 刘真病重的消息在网上引起广泛关注后 很多网友都在微博上为刘真祈祷 希望她能够赶快好起来 对于刘真病重一事 我们所能做的正如星龙在发文中所表达的一样 应该多给刘真的家人一些空间 不要对此事过度关注 只要在心底默默地为她祈福就可以了 相信上天一定会眷顾刘真这个漂亮姐姐 也希望刘真一定要坚强挺过这一关 早日回到家与老公和女儿团聚 2月下旬 刘真并未入院的消息在网上传开后 广大网友一直对她的病情十分关注 目前已经过去近一个月的时间 刘真不仅没有好转 反而愈加严重 3月12号 网上最新一条关于刘真病情的动态 再一次引起了高度的关注 据台湾媒体报道 刘真所在的医院医生谈到了她现在的情况 该医生称 刘真先前因脑部有血块 已经进行了多次手术清除 但刘真右脑血栓的情形仍不断发生 目前 刘真的左半身已经没有知觉 处于半瘫痪状态 对此 医生已经将刘真的抗血凝剂量使用到最大 试图通过此方式来缓解刘真右脑的血栓现象 据悉 刘真最初入院时 是因为心脏出现了问题 她的心脏主动脉半磨狭窄 需要通过手术来解决 但刘真在之前安装液克膜后 情况依然非常不乐观 后来甚至还换过几组液克膜 心脏的问题还没有完全解决 刘真的脑部又出现血栓 这对她的病情来说无疑是血上加霜 刘真处于半瘫痪的消息爆出后 广大网友对此地表示十分难过 因为刘真不仅年轻漂亮 更重要的是她是一位那么优秀的舞蹈家 对于热爱舞蹈的人来说 不能跳舞已经是非常大的痛苦 更何况现在已经半瘫痪的刘真 刘真从小学时期就开始学习拉丁舞 一学就是12年 刘真18岁的时候又开始接触国标舞 并在2000年举办的BDFI国际标准舞公开赛上 获得职业新星拉丁冠军 从那以后 刘真曾多次代表台湾地区参加国际舞蹈赛事 并获得优异成绩 同时她在舞蹈方面获得个诸多荣誉 对于刘真来说 舞蹈早已融入了她的血液 成为她生命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很多康熙来了的忠实观众都对刘真十分熟悉 她几次参加康熙来了节目 每一次都给观众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 不仅是她自身温和的气质 还有她与小S同台斗嘴标舞的画面 都是大家对她印象深刻的原因 除此之外 刘真还有一个特别大的兴趣爱好 就是收藏超多漂亮的高跟鞋 她曾在节目中与大S比拼 谁的高跟鞋更好看 当时他们还表达过 想要建造一座高跟鞋博物馆 刘真本人对高跟鞋十分痴迷 就算是穿着高跟鞋跳舞 也丝毫不会影响她的发挥 所以对于刘真来说 只要她站在舞台上 她就是那颗最闪耀的心 刘真半瘫痪后 不仅是无法再继续跳舞 恐怕连她最爱的高跟鞋也没办法穿了 想到这里真的让人难过不已 从刘真入院至今 其老公星龙两次在社交平台上发文 第一次谈及妻子的病情 两次提到了两人年仅四岁的女儿妮妮 从星龙所发的文字中 能够感受到她内心的难过情绪与压力 目前星龙已经全面停工照顾妻子 还要兼顾家里的女儿 星龙两次发文都表示 希望大家能够为刘真加油和祈祷 而广大网友也一直在关注着刘真的动态 每次关于刘真的词条上了热搜后 都有很多人发微博为她加油鼓劲 虽然现阶段的刘真还没有好转 但大家从未放弃过希望 不论刘真现阶段的情况如何 我们都要相信坚强的她 一定能平安度过此难关 哪怕她以后真的不能再跳舞了 也没有关系 真心的期盼她一定要醒过来 因为家里还有爱她的老公星龙 和一直在等着她的女儿妮妮 妮妮还在盼着妈妈能够送她去上学 除了家人和朋友之外 还有千千万万牵挂着她的网友 祝福刘真 希望能够早日听到 关于她病情好转的消息